因为今天要用一个最快速的方式谈 所以我就抓了执念跟转念这个概念来跟大家聊聊 画面上是社团法人基隆市生命线协会 跟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共同主办的心理健康讲座 特别邀请前市议员也是专业的资商心理学博士王省之 跟警察同仁分享执念与转念 基隆市生命线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尼可美丽医学事业集团董事长的白又云说 自己也是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办事处主任 希望透过这场讲座帮助袁警面对压力调试身心 议长佟子伟也相当肯定讲座的举办 我个人来讲我在很多年前 很多事情我都会想不开 而且会攥牛角尖 甚至有时候攥牛角尖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是我后面也接触了因为就是精神科医师 或者心理学咨询师 我们共同来讨论的结果 其实好坏的事情就在自己的心的意念之间 很多事情如果遇到有一些瓶颈 你认为是坏事的事情 你就转个恋 所以请知这次用转念真的是很恰当 你转念的话你就把它转为 这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考验 那又增加你一些历练 当你以后又碰到这件事情 你认为其实没有什么事 其实好坏的事情是都在心里的意念之间 我们也希望我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就说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 积极的人生观 所以我才刚好我们的副局长 他对这方面还很注重 也很关心我们的警察同仁们 所以他也建议说 是不是来办一场精神这样讲座 有建议我们警察同仁的工作特性 常常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 还有工作的危险性 也容易会有一些的挫折 那我想我们在工作中或生活中 我们警察同仁的心理的调试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仅重视我们 警察同仁身体的健康 我想心理的健康 是要受到重视 我们署长上任之后 也非常重视这个区域 我想我们就显应这样的政策 那希望我们同仁 多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非常谢谢我们尼可美丽的白总裁 他同时也是我们第一分局办事处的主任 同时也是生命县基隆的理事长 所以他特别举办了一个宣讲的活动 请生命县协会来请讲师 来特别邀请我们分局的所有主管 跟干部来做一个讲席 我想现在警察的工作 同仁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从包山包海 我想心理层面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压力 透过生命县的讲座 可以让我们警察同仁疏解压力 要谢谢我们社会三星人士白姐 这样努力的为社会付出 我想这样子的讲席 想一定对我们警察同仁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现在也看到 非常多的警察同仁在很多勤勿的压力之下 然后包含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 生命县的朋友的志工一起来 希望能够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更祥和的同时 到底如何让他的助人专业 可以在整个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之下 还可以顺利的往前推动 这件事情我想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应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 基隆市生命县协会理事长白又云说 未来也不排除举办巡回讲座 让更多的警察受益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